新加坡新創科技展近期登場 台灣由科技部率團共襄盛舉 並在現場設立了TTA台灣新創館 共有智慧醫療、科技新創等四大領域 共28家業者參展 積極為寶島新創搭建接軌國際的橋樑 我們基本上面科研成果 能夠商業化是科技部最主要的目的 我們去年訓練了100家的新創團隊 其中有50家是來自海外 我們有跟法國、以色列、美國合作 台灣參展團中也涵刮了 執行新創計畫的資策會國際處 所帶領的七家業者 看好新加坡具國際性、消費活絡、法規明確等優勢 資策會判藉此尋求策略聯盟契機 開拓保導新創業者的揮灑舞台 資策會分別帶了七家的新創到新加坡 同時帶了另外七隊來到菲律賓 那希望這兩個地方同樣可以成為台灣新創 推廣東南亞國家或東協國家這些目標市場 很好的跳板跟立基 值得注意的是在台灣館有關智慧商業服務 以及觀光創新應用等展示 也成為其他多國新創業者的關注焦點 另外像是整合電子會員集點、行動智慧問卷等系統服務 同樣受到多方青睞 同樣受到多方青睞 推廣東南亞國家或西高洋均